第一期二一章 结尾姐弟感受到季昆浑身气息紊乱 叶末也是毫无办法 他忽然想到 如果有一天 他也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人 会如何 想到这里 叶末打了个冷战 这种事情绝对不允许发生 他必须要强大起来 抓紧时间去圆洞天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两久后 季昆忽然站了起来 他脸色苍白无比 两行血泪痕迹依然挂在洁白的脸上 不过让叶末放心的是 他的气息总算是安稳了一些 叶末 谢谢你 可惜我夫妇无以为报 季昆说完 对叶末深深地败了一礼 我死后 请将我和风夕安葬在一起 季昆说到这里的时候 叶末立即就知道不好 季昆要自语 他想都没有想 就是数十道神石刀过去 同时一道道仙缘打在了季昆的身上 封锁了季昆的仙缘运转 季昆震惊地盯着叶末 他想不到 叶末竟然可以阻止 他自语 这修为 简直一点也不比他差 要知道他 可是一个天才 而叶末能做到这样 岂能是天才可以形容的 他刚才扰乱自己 实海运转的 似乎是神石功法 哪怕他毫无防备 不做任何抵挡 一个大志仙想要封住他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叶末仓促之下 哪里能想到那么多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他都不希望季昆死掉 如果季昆真的死了 他也就完蛋了 不说龙月帝宗了 就是那个什么小仙王 也可以找到借口对付他 他虽然和季叔 其北仓几人是朋友 不过那才认识多久 那关系还远远没有达到 为他去硬拼先帝吧 再说了 就算是达到了 季叔几人的等级和后台 也差得远了 你为什么要拦住我 季昆对叶末的震惊 只是瞬间就过去了 转而就将叶末的厉害出手 忘记干净 心里想的 只是叶末为什么要阻拦 他和风希一起去 叶末叹了口气说道 先不说你在这里出事 第一个害的人就是我 就算不是这样 我觉得 你也不应该自愿 季昆只是思念风希过度 在叶末一说出来 他立即就明白了过来 连忙歉意地说道 叶末对不起 是我没有想到 叶末点点头 随手解开了 封住季昆的先缘禁止 季昆再次对叶末 弯腰湿了一礼 显得极为敬重 刚才虽然叶末仓促之下 封住他的先缘禁止 他要挣脱 也是很简单的事情 不过 他并没有这样做 昔月仙子 你听我将话说完 如果你还想自愿 我也不拦你了 叶末看着季昆说道 你说吧 季昆点点头 其实真正害死封锡的人 应该是他的父亲封唇 你至少要教训一顿封唇吧 那人 已经没有了人性 叶末对封唇这家伙很是鄙视 这人太卑鄙了 季昆沉默不语 叶末明白他的意思 封唇随便怎么说 也算是封锡的父亲 同样是他的公公 他心里有顾忌 也是正常 好 就算是不说封唇的事情 你父亲应该还健在吧 当年 你父亲将你带走 难道没有非生 叶末再次寻找 季昆活下去的希望 季昆沙哑地恩了一声说道 是 我父亲应该已经非生了 现在可能还在夏天狱 本来我打算到我晋级先王后 去夏天狱寻找父亲的 现在 仙界的危险我就不说了 就算是你出身先帝宗门 也应该知道一些 如果你死掉了 你父亲或者更为艰难 当然 这些都不是我最想说的 我最想说的 就是你听说过真圣帝的事情吧 叶末知道 现在季昆已经打消了自允的念头 他只要再给对方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就可以了 季昆再次点头说道 是的 我听说过 叶末沉生说道 真圣帝一缕残魂也可能复活 只是要经历无数年而已 而现在 你手里的泪痕设立 就有风希自己禁锢的一缕残魂 当你晋级先帝的时候 你岂能知道 不能让风希再活回来 叶末这话是胡扯八道了 他知道 风希和真圣帝的情况不同 不过他却知道 风希肯定也不希望季昆自语 只有季昆活下去 或者才是对风希的最大安慰 季昆抓住风希泪痕设立的手一抖 他的眼里瞬间就充满了生机 随即就颤声说道 我怎么没有想到 我太自私了 我应该想到啊 说完季昆对叶末再次攻身一礼说道 叶师弟 谢谢你 谢谢 你又救了我和风希一次 西岳仙子 我只是说了自己应该说的话而已 这本来就没有什么 叶末连忙摆手说道 叶末 我赤长你几岁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们就姐弟相商好了 以后你就直接叫我西岳姐就可以 季昆眼里露出真诚 而他此时 已经完全将叶末 当成了亲近的人 叶末带来了风希的设立 救了风希 又救了他 西岳姐 既然如此 叶末就不矫情了 叶末连忙说道 无论是季昆还是风希 他都很欣赏 嗯 弟弟 季昆满意地 叫了一句叶末 然后给了自己一个句成绝 刚才还死气沉沉的样子 转眼已经是生机勃发 他主动上前 拉着叶末的手 走到旁边的一块巨石上 坐下后说道 你心里肯定以为 你那话是安慰我的 风希无法救活对不对 叶末尴尬地没有话说 季昆却微微一笑说道 当年风希温养 我的神魂 他的神魂有部分在我体内 被我隐匿在了石海最深处 我刚才心情激动之下 竟然没有想到 你带来的设立中 有风希的精血 或许要不了多久 我就可以让风希的神魂 和精血融合起来 重新塑造风希的肉身 所以 我要谢谢你 没有你 我刚才差点干了一件蠢事 既对不起风希 也对不起我父亲 叶末愣住了 季昆说的还真是这样 风希当初留下来的神魂 和别人不同 那都是没有任何意识的 如果没有风希的精血 最后肯定是消散一途 现在自己带来了风希的精血 那就是 等于救活了风希 明白过来后 叶末也是大为欣喜 他想不到 风希无意中送给自己的设立 最后竟然可以让他复活 这种复活的机会 远远比真圣地要大得太多了 这个你拿着 这是我的通讯珠 以后在上天狱 谁敢对你不敬 你直接告诉我 季昆取出一枚通讯珠递给叶末 他的通讯珠 除了师傅和两个极好的朋友之外 别人都是没有的 现在也主动拿出来 给了一枚给叶末 你的修为 应该远比一般的大志仙要高 我想一般的大罗仙 想要留下你 也不大可能 季昆想了想 又补充了一句 他没有提叶末神石功法的事情 叶末收起通讯珠也没有解释 一般的大罗仙遇见他 他需要跑吗 你打算去什么地方 季昆对叶末很是亲近 他是真的将叶末 当成了自己的弟弟 我打算去袁洞天闯荡一下 听说半年后袁洞天 有一个问道交流大会 我还想去看看 叶末答道 他相信 季昆不会泄露他的事情 但浩天大地的传承 他还是没有说 季昆出身先帝宗门 资源多多 告诉他也没有用处 这些传承他 自己去拿到就好了 季昆沉默片刻说道 飘渺仙池的圣女宁鹅仙子 邀请我过去做客 要不弟弟 你和我一起去飘渺仙池吧 叶末哪里会去飘渺仙池 他想都没想 就要拒绝 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拒绝 就被季昆伸手拦住 飘渺仙池最出名的 就是飘渺仙泉 我和那飘渺仙池的 圣女宁鹅仙子 算是不错的朋友了 你作为一个散修 肯定是缺少资源 飘渺仙泉 不但是最好的修炼场所 而且还是极好的炼体之地 说完季昆慎慎重地看着叶末说道 你不炼体 但是飘渺仙泉 可以提升仙人肉身层次 将对你以后的修炼更有好处 那飘渺仙泉很是珍贵 我想我开口说话 宁鹅仙子应该会同意的 叶末怦然心动 他不但是炼体仙人 而且还是仙灵体 他的炼体 都是来自肉体强行对抗 比如空间锋刃 虚空风暴 沿河延浪等等 这种炼体方式是最常见的 但是如果调整不好的话 会影响到肉身 甚至影响到后面的晋级 而炼体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季昆说的特殊仙灵液 这种特殊的仙灵液 可以让仙人的肉身达到平衡 去除隐疾 让炼体者的身体更上层楼 可以问顶更高的境界 季昆说的飘渺仙泉 无疑就是这种东西 那好吧 不过夕月姐 如果对方不同意 我们就不要求了 叶末现在为了修炼资源 哪怕被拒绝 也想去尝试一下 对他来说 现在除了修炼 再无别的事情 可以影响到他 放心吧 季昆微微一笑 几天前没雨间 还隐约残留的一丝忧愁 早已消失殆尽 这些丹药留给你 我这东西很多 季昆取出一枚戒指 递给叶末说道 叶末的神石 已经扫到了戒指里面的丹药 都是大智仙到大罗仙修炼的 不错仙丹 他将戒指再次还给季昆笑着说道 西月姐 其实我还是一个顶级的六品仙丹大师 什么 季昆再次呆之住了 六品仙丹大师 第1722章 再入允真殿 你说 你是六品仙丹大师 季昆有些激动地重复了一句 叶末嗡了一声说道 是的 我用的丹药 都是我自己炼制的 我确实是六品仙丹大师 好 真是太好了 没想到你竟然还有如此天分 季昆实在是有些激动了 他平缓了好一会才拉着叶末说道 本来我还想怎么将你弄到核心弟子去的 这次肯定可以了 等回来后 我带你去农月地宗 你加入地宗好了 以后你只管修炼 你要炼丹的材料 我来帮你弄就好了 叶末看着真心喜悦的季昆 心里也很是感激 季昆是将他当成真正的亲人了 那种喜悦完全是发自内心 虽然去农月地宗很安全 可是对叶末来说却不行 第一要找他麻烦的人太可怕 农月地宗也照不住 第二他秘密太多 在一个地宗里面修炼太危险 叶末沉默片刻 还是说道 西月姐 谢谢你了 我不想加入宗门 我一个人自由自在惯了 季昆愣了一下 不过很快就说道 你已经是六品仙丹大师了 确实不用加入宗门 就算是地宗也会抢着要你的 是我思虑不周了 我们先去缥缈仙池吧 等去过仙池后 我们再去圆洞天 路上慢慢商量 落月大路 允真殿 第六层通往第七层的实体口 三个女人站在这里 三人都是来自南安州的末月之城 如果叶末回来 当然认识这三人 除了苏靖文外 另外两个是景英里和女儿一幕 英里 当初你和叶末 就是到这里为止吗 苏靖文问道 他在三人当中修为最高 已经是化真一层修为 景英里摇头说道 不是 我们去了第七层 在第七层没有走进去 只是刚刚进去 就差点被灭掉了 那些灵修非常可怕 义默笑着说道 英里姐姐 以我们三人的实力 想通过第七层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吧 景英里点点头说道 允真殿在上古大战之后 有没有成品修士进来过 我不知道 不过 我肯定没有化真修士进来过 靖文杰已经是化真修为了 应该不会有问题 允真殿刚刚开启的时候 据说在允真殿七层 发生了一场上古大战 很多化真修士都陨落在这里 我们也要小心 是啊 我也每天都拼命修炼 怎么到现在还是成顶修为呢 文艺的资质也太好了吧 易默假装不满地说道 苏靖文微微一笑 他资质确实顶级 不过和他拼命修炼 也是分不开的 他想叶末了 所以想早点飞升仙剑 想要见到叶末 不单单是他 就是末月之城其余的人 谁不再分离修炼 景英里哪里能不知道苏靖文的心思 他心里微叹说道 和靖文姐资质差不多的人 以前落月大陆肯定也有 和我们两人资质的就更多了 不过从来没有一个地方 有末月湖的灵气浓郁 修炼不说有灵池 甚至还有仙京 没有那些丹药用仙京修炼的 我怕也只有我们末月之城了 苏靖文赞同地说道 英里说的没错 我们能修炼到这么快 除了资质外 仙京和灵池都是最关键的 顿了一下 苏靖文再次说道 等会上到第七层 易末你不要乱跑 我们三人都在一起 实在挡不住 就守到允针殿开启的时候 毕竟这里也曾经来过化针修士 大家小心点总是好事 易末出手虽然凶悍 可是苏靖文也怕易末出什么事情 万一易末出了什么事 他对不起易末 允针殿第六层 通往第七层的通道是777街 当初易末和景英里进来的时候 如果不是易末帮忙 那种压力 景英里根本就无法承受 不过这次三人虽然也感觉到压力 却很是轻松地进入了第七层 景英里却是切身感受到了进步 原因和城顶 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 他心里也在暗自感激易易末 如果不是易末留给他的仙京 他如何可能晋级到城顶 或者到虚神巅峰 就算是非常不错了 当初易末也很吃力 现在我们三人上来 却并不吃力 说明事有可为 景英里笑着说了一句 为什么第七层的灵气 如此斑驳不堪 甚至还不如第五层的 易末站在允针殿的第七层 疑惑地问了一句 景英里低声说道 这一层有灵修 我们小心点 灵修就喜欢这种地方 一阵阵阴冷袭击过来 周围的空间似乎都在塌陷 这是灵修偷袭 不是空间塌陷 你们要小心点 用奇异火 景英里沉声说道 我来 易末手一扬 十二颗雷珠飞起 无数的雷虎闪动 周围灰蒙蒙的空间塌陷 瞬间就消失不见 一阵阵痴痴的交位 附和着一些尖叫传来 而周围似乎再次清朗了起来 苏静文微微一笑说道 我现在总算是相信了别人的话了 那么多人去末月之城告状 易末 你在外面干了不少坏事吧 燕末撇了撇嘴说道 我才不会干坏事 我教训的那几个家伙 都是不长眼来啰嗦的 否则我才没有闲心情去教训别人 我也要和文一一样 早点飞升仙剑 南安州真的没什么玩头了 等从这里出去 我还想去吴星海转转呢 对了 文一 英里姐 你们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苏静文这次脸色却易沉说道 吴星海不是南安州 南安州末月之城地位非常 已经成了南安州的领袖之城 别人都会给起分面子 但是吴星海却不同 那里妖兽肆虐 还有各种势力 你没有到化真后期之前 绝对不允许进入吴星海 其实我本来就是在吴星海生活的 我师父当初带我去吴星海杀妖兽 易沫 还在嘀嘀咕咕的时候 被苏静文毫不犹豫地打断 无论如何 吴星海现在不允许去 轰轰 一阵阵闷响 异常对整齐排列的队伍冲了过来 带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这 这支队伍瞬间就打断了苏静文和易沫的对话 易沫疑惑地说了一个字后 立即就知道 这是星神受到了迷惑 攻击 这是灵修的迷惑星神 苏静文陈生说了一句后 一抬手 一道兵刃斩杀了出去 这道兵刃都有数丈长 一出去就将那只轰轰的队伍拦腰截断 锦英里也祭出长笛 打出一刀的火焰 而最犀利的却是易沫 他原本只是祭出了12颗珠子 不过此时 他已经祭出了36颗雷珠 36颗雷珠带起三个层次的闪雷 那些灰蒙蒙物器中的人影 一旦被这些闪雷击中 瞬间就溃散干净 就算是看不见的影子 在这雷珠的闪雷下 也消散一空 只是转眼间 周围的雾气再次空旷起来 之前的那些幻景也消失不见 我怎么就找不到一枚精灵珠呢 哎 一抹任凭36枚雷珠在头顶悬绕 还一边叹息说道 你的36颗雷珠档次不同 这里的灵修层次太低 磕着就死了 没有办法留下精灵珠的 当初叶大哥也是侥幸 才得到一枚精灵珠的 锦英里达到 此时他才感觉到轻松 当初他和叶末都是原因修为 哪怕叶末逆天无比 在这第七层也是寸步难行 而现在 他甚至都不用动手 只要靠一末 一个人就好了 一末沮丧丧地说道 陆五虎爷爷帮我炼制的 另外24枚雷珠 不是原配的 总是有些差别 哎 苏静文哭笑不得地说道 你就知足吧 有几个人可以让陆地气神炼气的 陆前辈一次帮你炼制了 24枚极品真气雷珠 你还不满意 其实一末的意思 是想说陆地气神 如果能早点来到末月之城 他还可以见到叶大哥 锦英里明白一末的意思 笑着帮了一句 开始打吧 又是一阵阵的阴冷气息袭来 一末直接祭出36颗雷珠 卷起漫天的雷光洒了出去 锦英里和苏静文简直不用动手 只要在边上照看一二就可以 两个城顶修饰 一个画针修饰 在这陨针殿的等级 实在是太高了 那些灵修最可怕的 也不过相当于凝体而已 在36雷珠的肆虐下 哪怕隐秘的再隐蔽 也被成片地绞杀掉 锦英里和苏静文 最后干脆在边上 收集一些仙灵草 越到后面 三人就发现 修饰遗骸越多 锦英里更是紧张地四处寻找 当一末再次扫掉一片灰雾后 一个并不大的阁楼 突兀地出现在三人的面前 阁楼上面写着三个字 真神阁 这就到真神阁了 一末疑惑地 看着那个小阁楼问道 说完他想起了什么 再次说道 听说真神阁 有极多的功法和法宝 不知道是不是 英里姐姐 你怎么了 一末才发现 锦英里扑在一具尸骸上 痛哭不已 手里还捏着一枚戒指 苏静文过去拉起锦英里说道 你能找到你外婆 你外婆在天之灵 已经很开心了 锦英里还没有说话 三人就忽然发现 眼前的那个真神阁 忽然又消失不见 一道阴冷的可怕气息席卷过来 就连三人的元神都不由自自地 要脱离而去 锦英里瞬间就明白过来 这道可怕的阴冷气息 就是第七层的灵修指挥者 这种实力 恐怕连苏静文也无法挡住 第一期二三章 易墨的杀手锏 苏静文大害 他修为最深 感觉到的压力也是最大 几乎是第一时间 他就祭出了冰刀 而在他祭出冰刀之时 锦英里和易墨 已经完全顿制住了 没有半分的反应 锦英里心里很清楚 可是他却感觉到 自己的石海被禁锢住 想要反抗 却无能为力 易墨的修为 比锦英里还要高一些 就算是这样 他的三十六雷珠 也只能悬浮在空中 居然不能配合 苏静文一起攻击 呛眼的白色光芒闪过 周围的温度 一下就冰寒了起来 眼前的阴冷 似乎都被这白色 呛眼的冰寒冰冻住 而这些冰寒 正是苏静文寄出的 极品真气双月冰刀 咔嚓擦 犹如聚冰碎裂一般 苏静文寄出冰刀后 带起的漫天冰寒 在这一瞬间 就被那种阴冷气息碎裂 就好像碎裂的冰块一般 不过周围的阴冷 和雾气蒙蒙 被这冰寒一冲 似乎稍微清朗了一些 这片刻的时间中 易墨就恢复过来 早就准备好的易墨 不等第二次进骨传来 已经喷出数口精血 同时寄出一道 半截长的灰褐色刀尖 明明是灰色的刀尖 一经寄出 却映射出漫天的白色光芒 白色光芒几乎照亮了 整个第七层 周围的景象一览无余 汹涌磅礴的沙士喷泊而出 犹如狂涛倒卷一般 撕裂出去 一道若隐若乌的虚影 在这白色光芒下 几乎呆滞住了 似乎被这可怕的尖刀束缚住 完全无法动弹 回过神来的景音里 和苏静文同样地呆住了 他们根本就想不到一幕 还有这种可怕的杀招 折折 尖锐的惨叫传来 那尖刀犹如撕裂碎纸一般 直接将那虚影撕裂开来 轰 虚影在这白色的尖刀下 毫无抵抗能力 瞬间就爆炸开来 而此时一幕 才祭出三十六枚雷珠轰了过去 在雷光下 那些肆意的虚影 更是被摧残一空 与此同时 苏静文和景音里也反应过来 都祭出法宝攻击了上去 片刻之后 周围的灰蒙蒙消散一空 三人面前既没有了真神格 也没有了那种可怕的杀机 至于那种阴冷的气息 更是溃散殆尽 苏静文连忙扶住 要倒下来的易墨 取一枚丹药 送入易墨的口中 这才紧张地问道 易墨 你没事吧 我没事了 好厉害 易墨有些虚弱地回答道 景音里也发现 易墨只是精神虚弱了点 应该没事的 他去捡起易墨的 那把半截灰褐色的尖刀 刀尖入手 景音里立即就感受到了 刀尖中 蕴含着强大的可怕杀机 好厉害 景音里惊叹一声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仙气残骗 这半截尖刀太可怕了 这是哪里来的 景音里将半截尖刀 递给易墨问道 易墨收起这半截尖刀 开了一句玩笑说道 这是你那 叶大哥给我的 景音里和易墨开玩笑惯了 也不大在意 否则他不可能叫叶墨大哥 又叫叶墨的女儿 易墨妹子了 苏静文却有些后怕地说道 如果不是这半截尖刀 我怕我们今天都难逃一死 易墨点点头说道 我爸说 当初这半截尖刀 差点就要了他的命 他养伤也养了几个月 后来他索性在这半截尖刀里面 附了他的一丝神识印记 否则我根本就无法寄出这半截尖刀 苏静文和景音里恍然明白过来 叶墨的修为两人 岂能不知道 叶墨可以说是 落约大陆修为最高的一个人了 他都挡不住这半截尖刀 可见这尖刀确实是厉害了 一炷香后 易墨恢复了过来 三人这才发现在他们面前有一道阶梯 似乎正是通往第八层的 要去第八层吗 景音里看着易墨和苏静文问道 易墨还没有完全恢复 要不我们就在这里等等吧 苏静文担忧地看了看易墨 我没事了 我们一起上去吧 说不定第七层被我们杀掉的那个灵修 就是整个允针殿最厉害的那家伙了 易墨立即说道 他天生带着一丝冒险精神 让他停在已经毫无东西的第七层 实在是煎熬 苏静文和景音里点了点头 都已经到了这里了 如果再不上去 实在是有点不甘心 三人踏上通往第八层的十梯 888接十梯 压力依然很大 不过却无法阻拦苏静文三人 到了第八层后 三人这才发现 这一层竟然什么都没有 空旷无比 不但没有任何东西 连声音都没有 显得寂静非常 去第九层 几乎在同时 三人都想到了这一点 第八层到第九层有999到10梯 这次除了苏静文 还算是轻松外 景音里和翼墨 都有些吃力 不过 翼墨有神识功法 虽然是最简单的神识刺 却也可以勉强 让自己进入第九层 而景音里 在苏静文的帮助下 也同样进入了 陨真殿的第九层 这是怎么回事 三人看着第九层 面面相去 第九层 比起前面的面积 要小得太多了 但是四处 都是凌乱一片 一些洞府石室 也都全部倒塌的乱七八糟 而外面的玉碱 玉牌 丢的到处都是 唯一相同的就是 这些玉碱和玉瓶 都是碎裂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法宝残片 那些法宝残片 似乎也不简单 苏静文捡起一块 细小的法宝残片 看了半天后 才震惊地说道 这不是修真界的法宝残片 这似乎比仙器 还要高级 苏静文不是土包子 他见识过仙器 末月之城的仙器 就不止一件 虽然都是一些下品仙器 可也是仙器 好像是这样 这些法宝残片里面 含有的仙道法则 根本就不能用神石去扫 神石一进去 就已经凌乱不堪了 锦英里的话突然顿住 捡起一个手镯说道 咦 这不是储物手镯 这是小世界 锦英里震惊地盯着 自己手中的储物手镯 他不是没有见识的人 虽然这手镯没有被他炼化 但是他肯定 这手镯是小世界 苏静文接过锦英里 手中的手镯看了看 立即说道 这不一是小世界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真灵世界 锦英里和苏静文对看了一眼 眼里都露出不敢相信 在这允针殿第九层 还有真灵世界 而这样一个世界 就被像丢垃圾一般地丢在这里 文姨 英里姐姐 你们过来看看 一末此时 站在那凌乱废墟中间 手里正扶住一块黑色的石碑 苏静文赶紧将手镯递给锦英里 冲到了一末旁边问道 怎么了 我刚才用神石探测了一下这个石碑 却从这石碑中得知 允针殿只是一个法宝 而且可以炼化 炼化的途径就是这个石碑 一末连忙说道 苏静文忽然问道 还有多久允针殿关闭 锦英里赶紧说道 我们的速度非常快 允针殿应该还有四个多月不到的时间关闭 苏静文点点头说道 一末 你赶紧炼化那石碑 无论能不能炼化 这可能是一个造化 英里 你开始炼化那个手镯事件 我帮忙护法 一末 你用精血炼化的办法 这样可以加快速度 锦英里和一末 听了苏静文的话后 立即点头同意 两人马上就开始炼化石碑 和储物手镯 一末开始炼化石碑的时候 才明白 这石碑原来是有气灵的 只是气灵死了 他这才可以炼化 否则就算是一百年 他也不一定能炼化十分之一 三个月后 一末站了起来 怎么回事 苏静文连忙问道 文医 我们所在的允针殿 其实不叫允针殿 一末脸上露出震惊说道 这是什么 苏静文看见一末震惊的表情 立即问道 这在远古时代 是一件先天灵宝 不是我们修真界 受到那种炼制出来的伪灵宝 而是真正的先天灵宝 一末语气都有些颤抖 苏静文当然明白一末化的意思 在修真界 一些真气炼制失败了 但是又比灵气高级 有些人为了让这种法宝好卖 就称之为灵宝 事实上 这种灵宝 连真气都不如 可是苏静文也没有听说过 什么是先天灵宝 他虽然明白一末的意思 反而更为疑惑地看着一末 此时景英里也过来了 他不等苏静文问话 就主动说道 那个手镯 我已经炼化了一点点 是一个极小的真灵世界 没有生命存在 要完全炼化 需要许多年时间 苏静文点点头 看着一末说道 一末 你接着说 一末颤声说道 先天灵宝的等级 比神气还要高 而神气比先气的等级还要高 什么 苏静文和景英里 同时震惊地叫了出来 一末此时才平静了一些说道 这个法宝不叫陨真殿 而叫陆仙塔 只是 已经有些残破 而且没有了塔灵 陆仙塔还有自动修复功能 只要再过一些时间 这陆仙塔 说不定会自己修复 苏静文和景英里 一末三人面面相去 这个名字就很可怕了 更不用说是先天灵宝了 第1724章 地宗气派 你现在能不能控制陆仙塔 好一会之后 苏静文这才缓过神来问道 一末点点头说道 这陆仙塔不知道有多少层静置 我只是 炼化了第一层静置而已 虽然我还无法让陆仙塔攻击 却可以收起这陆仙塔了 甚至可以将其收到子府当中 说到这里 一末忽然皱了一下眉头 怎么了 苏静文连忙问道 陆仙塔第四层天眼宗的一个家伙 竟然对他师兄偷袭 只是为了区区一株灵草而已 我马上就要他滚出去 一末很是愤怒地说道 先不要 这陆仙塔里面的东西 都是你的 等会你将这里试炼的修饰 全部传送出去 然后将陆仙塔收进你的子府中 等回到末月之城后 慢慢练化 苏静文连忙说道 锦英里也拿起手镯放在地上说道 我的这个手镯 没有完全练化 待在身上很危险 先放在陆仙塔里面 等到了末月之城后 我再继续练化好了 好 那就这样 一末尼 马上将所有的人传送出去 将陆仙塔隐积起来 没有人敢用神石扫你 苏静文也同意了锦英里的话 随即对一末说道 怎么回事 陆仙殿试炼时间 好像还有半个月 怎么传送出来了 是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对啊 出来的人 似乎比进入陆仙殿的人还多 还真的是这样 有部分好像不是我们南安州的 没有山峰的平坎山顶中间 众多的修饰都被传送到了这里 很快就有修饰 发现了其中的不对 大家议论后 才知道 这次不但陆仙殿提前关闭了 而且连其余三周的修饰 都传送到南安州来了 一末修为有限 陆仙塔也只是炼化了第一层静止 只能将所有的人 都传送到南安州的平顶山峰上 大家静一静 这次陨真殿可能出事情了 不过好在 大家都安然无恙 现在大家稍安勿躁 我们商讨后再说 一个浑厚的声音在空中响起 在山顶上所有的人都听见了这个声音 这是神风谷的画真长老模名 随即清梦斋的扇冰兰 以及玄音阁的景峰 即纷纷向苏敬文这边过来 自从叶末为南安州挡住灾难后 南安州的领袖之地 就成了末月之城 相比起之前 此时的南安州凝聚力 要强大太多了 就是因为有末月之城 末月之城出现过九品丹王 而且现在还有八品丹王 月旗超纸差一步 就可以晋级九品 投奔末月之城的画真修饰 越来越多 相比之下 丹城已经慢慢地日薄西山了 这次苏敬文来允真殿 他自己是画真修饰部说 还带了两名画真修饰 末月之城的实力 由此可见一斑 苏敬文是叶末的妻子 更是末月之城的城主之一 加上他身边的叶末 又是叶末的女儿 所以大家第一时间 就以苏敬文这边为中心 景峰记虽然知道自己的女儿 就在苏敬文身边 不过他就好像没有看到一斑 景英里在末月之城的修为 早已超过了景英梦 双交的实力 已经不是一个档次上面的了 敬文仙子 允真殿的事情应该如何处理 神风谷画真长老摩名 第一时间向苏敬文抱拳问道 他已经是画真四层 对苏敬文依然很是客气 其余几名画真长老都看着苏敬文 末月之城的两名长老 更是以苏敬文为主 苏敬文恩了一声说道 允真殿出事 好在大部分人都安然无恙 我们先回去再说 至于其余三大洲的修饰 可以留着南安洲 如果需要回去的 可以免费从南安洲的传送镇离开 其实允真殿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苏敬文只是说出了 大家都想说的话而已 各种飞行法宝和仙传起飞 一些宗门长老却单独离开 而苏敬文有极品飞行真气 同样直接带着一末和景英丽 单独离开 没有人知道 允真殿都被末月之城的 一末带走了 长荣天飘渺仙池 同样是先帝宗门 虽然飘渺仙池 只有一位常年闭关不出来的先帝 却也是先帝宗门 先帝宗门在任何天狱 都是最顶级的宗门 就算是天主 也不敢对先帝宗门有丝毫怠慢 作为一个普通仙人 如果能败在先帝宗门之下 更是难得的机缘 缥缈仙池和别的帝宗不同 除了太上先帝之外 身份最贵重的不是宗门的宗主 而是圣女 每一代圣女都是顶级的天才 而且必须要是纯英之身 也就是说必须是处女 每一代圣女都会在位十万年左右 到了时间后 都会让出圣女之位 寻找一个同样资质的女仙 继任圣女 圣女卸任后可以游历仙剑 也可以成为宗主 卸任后的圣女可以寻找道理 当然很少有圣女会这么做 就算是卸任后 也只有极少数的圣女 去寻找自己的道理 缥缈仙池这代圣女 就是邀请纪昆过来的宁娥仙子 她刚刚收到缥缈十二英的禀报 说夕月仙子有事临时离开 不用他们迎接 到时候会主动来缥缈仙池 正在宁娥仙子还在想着 纪昆什么时候过来之时 却再次得到了禀报 说夕月仙子已经到了缥缈仙池 只是她不是一个人过来的 还带了一名男子 缥缈仙池有一个规定 除非特殊情况 一般是不允许男子入内的 仙子纪昆带了一个男子 来缥缈仙池拜访 让宁娥仙子 一下就为难了起来 虽然为难 纪昆是宁娥邀请过来的朋友 而且 她还有重要事情 找纪昆帮忙 所以 也只能亲自去缥缈仙池外迎接纪昆 叶末站在仙灵器 缥绕的缥缈仙池外围 已经看为观止了 一道数千丈的瀑布 在远处悬挂而下 落在根本看不到边际和底部的仙池之中 带起雾一般的仙灵器 加上周围的仙兽仙鹤衬承托 这缥缈仙池 简直就是仙界天堂 这还没有进去 外面就是这种美景 要是进入仙池里面了 那会如何 比起缥缈仙池来 那飞侠仙城 又不算什么了 纪昆看着夜莫惊叹的表情 微微一笑说道 也极为浓郁 龙月地宗也是如此 等原动天是弊 我带你去龙月宗住一段时间 那里不会比飘渺仙池差 夕月妹妹 我还说你怎么没来了 正在垫挂之时 好在你来了 一个有如黄梨般的清脆声音传来 随即一个身穿鹅黄仙裙的女子 轻踏云彩 落在了季昆和叶末身前不远处 两名仙女一左一右 跟在这名女子身后 这女子容貌秀丽无双 丝毫不亚于真兵鱼 叶末猜测 这个人应该就是宁娥仙子了 也是飘渺仙池的圣女 宁娥姐姐 夕月有礼了 季昆连忙上前扶了一礼 问候完后 她又拉着叶末 对眼前这仙女说道 宁娥姐姐 这是我弟弟叶末 我贸然带她过来 想来看看飘渺仙池 不知道会不会对宁娥姐姐有影响 叶末见过宁娥仙子 叶末抱全行了一礼 心里却是好笑 夕月姐说话很犀利啊 如果她不这样说 或者宁娥仙子会找个借口 让别人带她随便转转就好了 可是这样一说 宁娥仙子反而不好拒绝了 果然宁娥仙子听了季昆的话后 连忙说道 没事的 我们进去再说话吧 不过 她心里却是在暗叹 季昆她很熟悉 不可能有弟弟的 现在来这里 却多出了一个弟弟 而且 季昆还丝毫不必地 拉着那男子的手 显然两人关系 不是姐弟那么简单了 如此一来 她想要找季昆帮忙 却有些困难 叶末跟随着宁娥仙子 进入飘渺仙池宗门里面后 这才明白 地宗的磅礴大气 随便的一个仙药园 都是五级 六级的仙灵草 仙灵气的浓郁 真是比外面多了数倍都不止 如果能在这里面 用时间 震盘修炼 叶末相信她的进度 会蹭蹭往上涨 飘渺仙池的山峰 都处于雾矮缭绕之中 叶末却知道 这是一种特殊的仙灵气 这种仙灵气看起来 就好像云彩一般 在其中行走 不但身心愉悦 而且还可以随时净化身体 估计这些仙灵气 就和那个什么 飘渺仙泉有关系了 宁娥仙子和继坤 一路走一路说 叶末在身边 却用神石四处查看着 她第一次来到地级宗门 那种好奇心难以避免 说不定有一天 她自己也可以建立一个大宗门 现在多一些见识 将来或者也有一个参考的余地 半炷香的时间 宁娥仙子就带着继坤和叶末 来到了一个 些许的凉风吹来 却带着淡淡的清香味道 那种味道 让人闻了后心神俱爽 舒畅无比 凉亭中间有一个浴桌 浴桌上有几个浴杯 和一个碧碎的浴壶 而周围有几个浴墩 在凉亭的外面 还站着几名仙女 由此衬托出宁娥仙子的身份 不同一般 夕月妹妹 我们坐下来再谈吧 宁娥仙子的话 始终都是轻柔无比 不带丝毫烟沉气息 第七二五章 一点都不胜于 其实我有点私事 想和夕月妹妹说说 只是 给叶末和季坤一人 倒了一杯鲜茶后 宁娥仙子说道 不过她故意说了一半 再看了一眼叶末 然后顿住了 她的意思很明显 那就是 她说的是女儿家的私事 无论叶末是不是季坤的妹妹 留在这里都不合适 季坤微微一笑 似乎知道宁娥想要支走叶末 立即就接口说道 宁娥姐姐 其实夕月这次来找姐姐 是有事情请姐姐帮忙的 宁娥听了季坤的话后 顿时精神一震 季坤有事情找她帮忙 那是最好不过 她就怕季坤找她 什么事情都没有 现在季坤开口说 有事情找她 她连忙说道 宁娥妹妹有什么事情 就直接说吧 只要我可以帮到 我就不会推辞 那我就先谢谢宁娥姐姐了 这件事 姐姐肯定可以帮到 季坤的话没有说完 宁娥就感觉到了 好像有些不对 果然季坤立即继续说道 我弟弟听说 飘渺先吃 有一个飘渺先全 对修炼提升资质 有极大的作用 我就夸下海口 说能帮她去 飘渺先全修炼三个月 叶末心里好笑 她哪里听说过 飘渺先全了 这些都是季坤说的 否则她根本就不知道 宁娥的脸色 有些难看起来 等季坤说完 她沉默了好一会 才说到 飘渺先全 都是我飘渺先吃 核心弟子 和有功劳弟子 奖励修炼的地方 而且进去修炼的 都是仙子 进入飘渺先全修炼 都要脱光衣服 你弟弟 没关系 我弟弟不会介意的 他只要一个偏僻的地方就好 不会打搅到 别的世姐们修炼 季坤岂能不知道 飘渺先吃都是女弟子 立即就回答道 宁娥心里郁闷不已 心说我知道 你弟弟不会介意 可是我介意啊 我飘渺先吃的弟子介意啊 那个 如果真的不行 那就算了 等会我带我弟弟离开就好 不能让宁娥姐姐为难 季坤似乎看出来了一点什么 有些失落地说道 不是 宁娥连忙说道 她的话还没说 季坤要是走了 那怎么办 见季坤疑惑地看着自己 宁娥心里忽然一动 似乎想起了什么 随即就展言说道 夕月妹妹 我当然愿意让你弟弟 进入飘渺先全修炼 只是我飘渺先吃的先全 有三个区域 普通修炼区 都有弟子在其中修炼 那些都是仙子 你弟弟 去修炼不方便 而除了普通区外 还有高级区 那都是我飘渺先吃 炼体者修炼的地方 一般都是仙涅体以上才 可以去修炼 就算是这种地方 也有弟子在修炼 所以你弟弟去了 还是不方便 看见季坤的脸色 似乎越来越难看 宁娥赶紧继续说道 当然还有一个顶级修炼区 可惜的是 那个地方 也是炼体仙人 才能进去的地方 而且需要先灵体之上才可以 唉 不是我不帮你的忙 虽然我是圣女 也不能让修炼中的弟子 停止修炼 然后让你弟弟进去啊 叶莫心里暗笑 这宁娥仙子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不等季坤说话 就主动对宁娥仙子说道 多谢宁娥姐姐 我修炼的功法特殊 还真的可以 和仙灵体相比较 所以 去仙灵体练体的区域修炼 是没有事情的 宁娥脸色一遍说道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进去后如果不能挡住 是保不住小命的 功法再特殊 也是不行 季坤也犹豫了 他带叶莫来 是让叶莫进入飘渺仙泉 净化身体提升资质的 要是有小命危险 他可不想让叶莫去冒了 叶莫见季坤犹豫 赶紧传音给季坤说道 夕月姐 我就是仙灵体的炼体仙人 啊 季坤愣愣地盯着叶莫 他完全想不到 叶莫修炼到大智仙了 还有时间去炼体 而且还是仙灵体 再加上 他又是六品仙丹大师 他哪里会有这么多的时间 不是他不愿意相信 这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就算是在上天狱 也只有几个别的仙人 在修炼之余 将自己的炼体修为提到很高 但也没有几个 能达到仙灵体的 就算是能达到仙灵体 也都是出身大门派的弟子 炼体消耗的资源 比修炼一点都不会少 甚至还更多 炼体需要各种仙灵草配合 需要各种材料支持 叶莫一个散修 哪里有这么多的资源来炼体 他当然不知道 叶莫之所以炼体能这么快 除了部分仙灵草外 主要是他的功法和苦逐作用 一些肉体和元神的损伤 都被无形中化解掉了 夕月姐 你要相信我 我说的是真的 叶莫见继坤发愣 赶紧在传音补充了一句 进入飘渺仙吃后 他就感觉 那飘渺仙拳 对他是真的很有作用 继坤淤了口气 他已经有些相信 叶莫说的是真的了 可是他没有半分高兴 仙灵体是好 可是叶莫一个散修 修炼到仙灵体 那身体中的隐患 该有多少 说不定下一刻 他的肉身就会崩溃 明白叶莫的身体 可能有了隐患 继坤更是想要让叶莫 进入飘渺仙拳修炼了 飘渺仙拳里面的仙拳液 可以让炼体仙人的身体 得到完美恢复 宁娥姐姐 没有关系 我弟弟修炼的功法特殊 进入飘渺仙拳修炼 对他只有好处 你说的危险对别人有 对我弟弟 一点都不会存在 继坤肯定地说道 这 宁娥仙子愣住了 他想不到自己 说出这种限制了 继坤还是要求 他的弟弟 进入仙拳修炼 难道这个叶莫 是仙灵体仙人 这怎么可能 场面一下安静起来 宁娥仙子心里微微一叹 他知道 不让叶莫进去不行了 他只好取出一张 符录递给叶莫说道 那你进去试试看 如果有危险 你马上捏碎符录出来就好了 继坤看见宁娥仙子 取出这张符录 心里也是松了口气 他也怕叶莫出事情 这样是最好不过了 乌鸾 你带叶莫去飘渺 先全顶积驱 宁娥仙子 又对四角亭外的一名女仙 叮嘱了一句 说完他还看着叶莫若有 意味地笑了笑 弟弟 你安心修炼 如果有危险的话 马上就捏碎符录 我在这里等你 叶莫临走之前 继坤不放心 再次叮嘱了一句 看见叶莫和乌鸾离开 宁娥苦笑着说道 西月姐姐 我看你松下来的表情 就知道 你也不敢肯定叶莫 能不能在仙灵体区域修炼 你可知道 我那一张符录的价值可不低啊 宁娥仙子之所以拿出这张符录 当然是不想让叶莫出事情 一旦叶莫出事情 她和继坤就不好说话了 宁娥姐姐 你是飘渺仙池的圣女 一张符录对你来说 哪里能算是 继坤放下心来 笑着说道 我马上就不是圣女了 宁娥叹了口气说道 怎么了 继坤赶紧问道 对宁娥仙子她还是很感激的 宁娥没有回答继坤的话 反而看着 继坤认真地问道 西月妹妹 如果我想请你成为 飘渺仙池的圣女 你会同意吗 啊 继坤愣住了 不过她立即就反应过来说道 这怎么可能 我是龙月帝宗的弟子 怎么会成为 飘渺仙池的圣女 如果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 是否可能我有办法 我只想问问西月妹妹 你愿不愿意 宁娥打断了继坤的话 再次认真地问道 叶莫站在那带路仙子 乌鸾的彩云上 没话找话地问了几个问题 她想打听一下 飘渺仙池的情况 可是她很快就发现 无论她问什么问题 对方都是嗯 根本就没有任何 想要和她说话的意思 叶莫知趣的 没有继续问下去 叶师兄 已经到了 叶莫还在用神石 四处搜寻的时候 乌鸾已经落下了彩云 叶莫打量了一下 眼前的地方 她站立的地方 只是一个山峰的峰顶而已 哪里有仙权 乌鸾取出一枚玉牌 凭空拍了下去 叶莫立即就发现 眼前多了一个 波纹形状的虚空圆门 圆门的位置 处于雾矮缭绕的 峭壁之上 从门里面进去 就好像一步 跨入悬崖一般 叶师兄 你只要从这门里面进去 就是飘渺仙权的 高级修炼区 进去后 里面有更衣的地方 你更衣后 可以入仙权修炼 如果有任何问题 你立即捏碎 圣女给你的福禄 马上就可以传送到这里 说完后 雾卵脸色竟然微微一红 她收到了圣女的传音 可是她却不得不 站在这里等着对方 让她在这里 等着一个裸体男子传送出来 这让她对叶末 没有半分好感 叶末看见雾卵 有些不自然的脸色 转念一想就明白过来 自己脱光了衣服 进入飘渺仙权修炼 如果真和宁娥仙子 猜测的那样 自己在飘渺仙权里面 肯定待不住 既然无法留在仙权里面 那马上就会捏碎 俘虏传送到这里 那个时候 她的衣服 是绝对来不及穿了 叶末心里冷笑 想看我这样出丑 这宁娥圣女干的事情 可一点都不圣女 第1726章 缥缈拳 多谢了 叶末抱了一下拳 直接跨入那虚空波纹大门 乌鸾看见 叶末就这样进去了 倒是有些紧张起来 如果不是圣女吩咐 她早就走了 可是她也明白 一旦自己走了 那个叫叶末的 就出不了丑 虽然恼叶末狂妄无知 却也有些微的期待 她从小开始 就从修炼中度过 因为资源充足 倒也不需要四处寻找修炼资源 到了飘渺先持后 更是只知道修炼 现在修炼已经遇见了瓶颈 所以出来 做一些零碎的事情 和别的弟子一般 借此平淡修炼之心 然后晋级下一个层次 正因为这样 她从未见过赤裸男子 是什么样的 等会那个叶末被传送出来 肯定是赤裸裸的 倒是会让她见识一下 可是 她注定要失望了 她等了将近一炷香了 也没有等到叶末出来的时候 就感觉有些不大对劲了 要说叶末能在 飘渺先持顶级去修炼 她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叶末从那波纹大门进入后 居然落在了一个周围 全部是清脆仙灵草的木屋之中 说是木屋 其实只有一排木兰 加上一个木顶 淡淡地清香传来 叶末感觉 这个地方 就是女人修炼的场所 在木屋的前方 一个雾气缭绕的池子 叶末的神石扫进去 却发现她的神石 并不能穿透着雾气 在这池子的边上 有三个虚空悬浮的大字 飘渺泉 叶末的神石再从这里扫出去 却发现 这里竟然犹如虚空一般 她的神石 除了能扫到那些清脆的仙灵草外 根本就无法接触到任何实体建筑 唯一的实体 就是眼前这个飘渺泉 还有这个木屋 木屋里面有一些长木墩 就好像一个澡堂子一般 是给人放衣服的 这就是更衣的地方 叶末摇了摇头 虽然她明知道 这周围没有任何人看 却还是有些不大放心 这是别人的地盘 虽然对仙人来说 就算是有阻拦 只要没有防御阵法 神石一样可以绕过 可是从心理上说 如果在没有阻拦的地方脱光衣服 普通人总是有些障碍的 叶末当然不是普通人 她随手打出了数道镜子 无论有没有人看见这里 她也有这个习惯 不知好镜子后 叶末三下五除二脱下衣服 她没有将衣服丢在这里 直接丢进了自己的戒指 当叶末想走进缥缈泉之时 却发现 这木屋的木料 好像有些不一般 她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一下 木屋的木料 却震惊地发现 这些木料 竟然是八级仙木香鹏 如此多的香鹏 地中的底蕴 果然太可怕了 香鹏是炼制饰品的顶级仙材 能辟邪 修炼的时候 还可以防止心魔入侵 同时可以自动过滤部分 仙灵器中的杂质 利于佩戴着修炼 明白这是香鹏后 叶末差点就要动手 将这个木屋全部移走了 好在她还知道 这不是自己的 强行忍下了这种冲动 这东西不是她的 她一旦移走 夕月节可就不好说话了 叶末吸了口气 走到飘渺泉边 飘渺泉四处都是屋外一片 泉水也平静无波 根本就看不出来 任何不妥的地方 这种地方 只有仙灵体才能来 叶末虽然没有进去 也感觉有些怀疑 只是迟一片刻 叶末就一步跨入 渺渺泉中 温暖的泉水涌来 叶末感觉到 浑身舒服透顶 差点叫了一声 暖暖的泉水包围着她 让叶末差点都忘记了 自己是来修炼的 不是来泡温泉的 她摇了摇头 那圣女宁鹅仙子 也太无耻了点 这地方是仙灵体 才可以进来的 随即叶末就将这些念头抛开 闭上眼睛 开始运转三声诀 她并没有选择在这里练体 她感觉在 这个缥缈泉里面 修炼比练体更好 痴痴 在叶末运转三声诀的同时 周围的泉水 就犹如无数的钢针 刺入了她的体内 这些钢针越来越多 越来越密集 刺入身体也越来越深 叶末肯定 如果她不是仙灵体 刚才这一下 她绝对来不及捏碎浮露 如果她来不及捏碎浮露 那她必定要被这仙泉 撕裂成为碎片无遗 叶末不敢多想 练体功法赶紧运转起来 那些钢针般的泉水 似乎缓和了下来 同时开始慢慢地 肆虐她的肌肉和骨骼 甚至连经脉和丹田 也没有放过 不过 此时叶末已经可以 控制这些泉水钢针 而不是之前的毫无防备了 这个宁娥仙子 是要自己的命 叶末心里顿时打了个冷战 刚才那种可怕的危险 如果她不是仙灵体 就算是大罗仙巅峰也坚持不住 这宁娥不是要她的命 又是什么 别说她给的那个救命浮露了 那种情况下 她有能力捏碎浮露才是怪事 练体功法运转起来 叶末立即就感受到了 缥缈拳的好处 随即她就将宁娥仙子丢在了一边 那些钢针般的泉水 刺入她的体内和经脉后 她能明显感觉到 自己身体在改变 身体中似乎有什么杂质 被那些泉水带走 她的身体变得清零起来 同时她也感觉到 自己的经脉和丹田也在变化 那钢针般的泉水 似乎在一遍遍地冲洗她的经脉 然后再带走一些无用的东西 随着练体功法的运转 叶末很快就忘记了 这泉水的可怕 她感受到了一种懒洋洋的味道 同时她也不自觉地 移向了缥缈拳的中心 半竹箱后 叶末甚至完全沉没 进了缥缈拳之中 而缥缈拳周围 再次平静下来 就好像这里 从来没有来过人一般 纪昆不知道宁娥仙子 有什么办法 让自己可以成为 缥缈仙池的圣女 如果在没有风希消息之前 她或许还会问一下 自己的师父 不过现在 她完全没有了这个心思 风希活过来 只是时间上的事情 她岂能再去做圣女 见宁娥仙子盯着自己 纪昆歉意地摇了摇头说道 对不起 宁娥姐姐 你跟我说晚了 宁娥仙子虽然猜测 纪昆和叶末关系不一般 可是当听到纪昆这样说出来 她心里还是一致 一种难以言表的失望 涌上心头 能代替她位置的人并不多 不是只要漂亮就好了 而是需要顶级的资质 要有这种资质的人 再先见 就算是在上天狱 也是凤毛麟角 就算是有几个 也早就被别的大宗门带走了 岂能等到她来寻找 纪昆符合这个要求不说 而她恰好可以 让纪昆来到飘渺先持 可是现在纪昆说不行 自己说晚了 顿时让宁娥心里空荡荡的 她下意识地询问道 是因为你有了心爱的人 不能做圣女 纪昆没有隐瞒宁娥 点了点头说道 是的 我已经找到我心爱的人了 我不会去做圣女 宁娥仙子心里充满了苦涩 她记得一个月前 她得到的情报 还是纪昆没有任何喜欢的人 就算是小仙王 她也没有在意 她肯定纪昆加入飘渺先持后 就算是小仙王 也不敢纠缠她 当然 以纪昆现在的身份 小仙王鲁芒 也只能通过宗门求亲的办法 可是这一个月都不到 事情就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 让宁娥甚至无法相信 她却知道 纪昆没有骗她 因为那些信符 都已经写在纪昆的脸上了 她认识纪昆很久了 虽然见面不多 却知道 纪昆一直有一种哀伤在眉宇之间 而现在那股哀伤消失不见 这已经是最好的说明了 怎么了 宁娥仙子呼得站起 皱着眉头 盯着惊慌而来的乌鸾 乌鸾脸上的惊慌 根本不用问 就可以看出来 纪昆立即也站了起来 脸上顿时紧张起来 叶末刚才和乌鸾一起走的 而现在只有乌鸾一个人 如此紧张地回来 那就是说 纪昆根本就不敢想下去了 万一叶末出了什么事情 她就算是死了 也无法安心 回圣女师姐 那叶末进入 缥缈仙权顶级区后 就没有再出来 乌鸾低着头攻身说道 虽然这事情怪不得她 可是叶末是她带去的 她本来一直叫宁娥师姐的 现在却不敢这样叫了 我去看看 宁娥仙子也有些紧张了 她给了俘虏给叶末 以为叶末一旦有危险 肯定会第一时间就捏碎俘虏 谁知道叶末进去后 竟然没有出来 万一出了事情 那可不大好办了 无论从交情上 还是事实上 叶末都不能出事情 她和季昆关系很好 他们的关系肯定下降为冰点 其次 季昆作为龙岳帝宗的核心弟子 虽然身份比自己要差很多 可是龙岳帝宗 和丝毫不比飘渺 先持差半分 季昆一句话都没有办法说了 只能紧张地 跟随着宁娥仙子 匆匆赶往飘渺仙权所在地 这里就是飘渺仙权 这里没有危险啊 我弟弟怎么不见了 看见平静无波的飘渺权后 季昆心急之下 语气竟然有些不讲道理 叶公子刚才是真的进来这里了 我亲眼送他进来的 乌鸾急切地说道 宁娥仙子此时反而镇定起来 他安慰了季昆一句说道 夕月妹妹 你不用担心 我进入仙权试试看就知道了 其实我这里也没有进去过 第1727章 是谁 且慢 一个突兀清脆的声音 打断了宁娥仙子的动作 季昆这才发现 眼前突然地多了一个人 一个看起来比他还要年纪轻的女仙 不过 随即他就惊骇地发现 自己根本就看不透对方的修为 宁娥也看见了来人 连忙失礼说道 宁娥见过阴阳诗书 宁娥仙子作为圣女 身份当然贵重 可是在贵重的身份 见到了门派的祖师 还是要有礼节的 眼前来的这个女仙 看起来年纪比他还小 事实上 已经是飘渺仙持的师祖一辈 修为更是达到了仙尊出气 宁娥叫她师叔 是因为宁娥的身份不一般 普通的仙王之下 都会叫她师祖了 这叫阴阳的女仙 有些严肃地看着宁娥说道 宁娥 你作为我飘渺仙持的圣女 虽然有最大的自由 可是有些事情 你也要想一下再做 最近 你已经连续数次 阴阳总算是没有将 宁娥数次犯错的话说出来 事实上 她单独以教育的口气说圣女 已经是违反了 飘渺仙持的门规了 虽然她清楚 宁娥已经不适合 在做仙持的圣女了 是 宁娥谨记 虽然宁娥仙子的身份 比阴阳还要高一些 可是她却恭敬地硬道 龙月地宗 季昆见过阴阳先尊 季昆连忙在一边府里 她听到阴阳这个名字 立即就知道对方是谁了 飘渺仙持的先尊 阴阳先尊 乌鸾见过阴阳祖师 一直站在旁边的乌鸾 也赶紧过来行礼 阴阳脸色缓和了一些 对季昆和乌鸾点点头 然后再对宁娥说道 飘渺仙持有男子入内也就算了 毕竟你是圣女 也可以做出这种决定 可是 你竟然让男子进入飘渺泉修炼 这已经是犯了门规了 宁娥知错 宁娥仙子低头 语气更是恭敬 季昆很想说是她要求宁娥这样做的 可是此时 她却没有半分心思这样说 叶末现在生死不明 她心里除了惶恐 就是焦急 阴阳叹了口气说道 如果不是仙灵体练体者 没有练体功法 就算是我进去 也坚持不了多久 你区区一个半步仙王 就敢进入飘渺泉的顶级区 飘渺仙池的圣女 你是无知呢 还是无畏 更何况 难道你不知道 进入飘渺泉 需要脱光衣服 看见 已经震撼到无话可说的宁娥 阴阳再次说道 或者你会说 你在瞬间就可以捏碎传送福禄 可说我告诉你 只要你的修为没有到达仙王 也不是仙灵体之上的炼体仙人 你进去后 将没有机会捏碎福禄 所以 如果我不来这里 你进入飘渺泉顶急区 只有一个结局 陨落 宁娥脸色顿时苍白 她想不到会是这种结果 能进入这里的玉牌 只有四枚 其中你有一枚 我也有一枚 如果不是我及时来到这里 你已经陨落无遗了 啊 宁娥额头的冷汗已经渗出 她不愿意叶末死在飘渺先迟 可是让自己给对方陪葬 那可就过了 随即她就想到了季昆 却发现 季昆脸色比她还白 甚至都有些颤抖 可见叶末在她心里很重要 一种愧疚从宁娥心底升起 她不应该同意季昆要求的 季昆不知道这里的危险 自己应该知道 此时 宁娥也明白了 为什么门派给她权限预牌 却不告诉她 这里进去会陨落的了 圣女是飘渺先迟的象征 需要稳重和理性 门派给她预牌 却只告诉她 必须是先灵体的仙人才可以进去 这样也是考验她的心性 如果她忍不住进入了飘渺泉 那唯一的结果只能陨落 就算是好点 落下一个元神 也是凄惨结局 一旦这种结果发生 那说明她不适合成为 飘渺先迟的圣女 以这种方式陨落 门派估计没有半分同情心 宁娥竟然感觉到了 些微的冷意 对飘渺先迟她的感情很深 却没有想到 就算是圣女在飘渺先迟 也是随时可以牺牲的 最近对飘渺先迟的愧疚 现在反而少了许多 阴阳看了看宁娥的表情 就知道 宁娥已经明白了宗门的做法 她叹了口气说道 宁娥 你最近连续犯错 估计不能继续留在 圣女的位置上了 挑选下一任圣女 是要你去做的 你现在做得怎么样了 她终究还是说出了 宁娥圣女犯错的这句话 宁娥下意识地 看了一眼旁边脸色 极度苍白的季昆 却没有说话 阴阳间自己说到 下一任圣女 宁娥马上就看向了季昆 随即就明白了宁娥的意思 季昆她听说过 是龙月地宗的核心弟子 她的资质和容貌 完全可以做飘渺 掀持下一任的圣女 季昆转到飘渺仙池来 喜悦妹妹 对不起 是我太不小心了 这事情是我不对 宁娥叹息了一句 对季昆说道 季昆脸色苍白地摇了摇头说道 宁娥姐 这事情不怪你 是我和我弟弟想当然了 至于你之前提起的事情 我不希望你再提了 我只希望你能让我在这里 等我弟弟三个月 虽然连仙尊都说 叶末应该没了 可是季昆还是抱着那一丝希望 因为叶末告诉过她 她是仙灵体 或者叶末进入 渺渺泉醉里面去了 大家都没有看见而已 从内心深处来说 她相信叶末不会骗她 那只是一种感觉 正因为她在叶末面前 经历了那些事情 她才会对叶末 有极度信任的感觉 如果不是那种感觉 她和风希倩叶末的救命之恩 完全可以用别的办法去报答 没有必要 一定要和叶末结为姐弟 宁娥还没有说话 阴阳就摇了摇头说道 那不可能 宁娥虽然是圣女 她让你弟弟进入这里 同样是违反了宗门规定 是要受到责罚的 如果继续让你留在这里三个月 不但宁娥要受到责罚 就是我也跑不掉 你弟弟应该没有到先王吧 季昆下意识地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 她是大智仙初七 大智仙初七 如果不是仙灵体 进入这里 毫无生机可言 我猜想 你弟弟是大智仙初七 也不可能是仙灵体 所以 后面的话阴阳没有说出来 可是大家都很清楚 是什么意思 一个大智仙初七 进入飘渺泉 根本就没有活着的希望 见季昆有些不能承受 宁娥赶紧说道 喜悦妹妹 要不你去 我的地方住三个月吧 如果你弟弟安然无恙 三个月后 她自动会来找你的 季昆沉默片刻 也只能同意宁娥的话 四人出去后 这里再次恢复了原来的宁静 叶末此时已经进入了 缥缈泉的最深处 而那种刚针般的感觉 早已消失不见 她甚至能感觉到 自己肉体强度的提升 以及经脉的进化 此时她没有修炼 而她却非常清楚 这种提升和进化后的身体 以后无论是修炼还是炼体 都是有极大的好处 明白了这点后 她更是沉浸在了 这种进化身体的过程中 完全忘记了时间的流失 根本就不知道过了多久 叶末豁然再次清醒过来 她从全体飞升而起 站在了雾气缭绕的水面上 全身的骨骼咔咔作响 纤圆流动更是鼓鼓有声 身体上那种流畅的感觉 更是舒适无比 现在叶末肯定同样的 仙灵体炼体修为 同样的大智仙 比起之前 她强大了一个层次 而且叶末更清楚 她真正的所得还不在这里 她的所得在潜力上 以后她的修炼潜力 更为强大 缥缈仙拳果然是好东西 虽然没有直接提升她的修为 可是对她好处 根本就不能以修为 晋级来衡量 地宗的底蕴 确实是强大无比 这是缥缈仙持 西月姐的龙月地宗 不知道有些什么好东西 看着自己匀称无比的 结实身体 叶末满意地自语说道 还不错 这个身体素素 他们肯定很满意的 就连她自己都感觉到 有些自恋了 幸好这里没有人 叶末看着脚下的 缥缈仙拳 喃喃自语地说道 我应该用点什么办法 才可以将这里的泉水 带走一些呢 你就算是带走也没有用 年轻人 做人要知足 还有 我讨厌有人 在我面前臭美 一个突兀的声音 传了过来 叶末顿时大害 立即惊声问道 是谁 有人在她耳边出声 她竟然找不到声音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修为太可怕了点吧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能来到我的面前 我就给你一场大造化 那个声音再次传出来 似乎就在叶末的身边 却又似乎在遥远的地方 你在哪里 叶末冷静下来 随即取出衣服就要穿上 同时神识小心地扫了出去 这里的神识有限制 没有办法扫到更远的地方 可是周围十几米的地方 叶末还是可以扫到 结果当然是什么都没有扫到 这里除了缥缈泉水 还有就是缥缈泉上空的雾气缭绕 第七二八章 先地算什么东西 结果当然是什么都没有扫到 这里除了缥缈泉水 还有就是缥缈泉上空的雾气缭绕 如果你将衣服穿上了 再进入缥缈泉里面 那活的机会就真的很少了 这缥缈泉一旦修炼起来 全身所有的经脉和毛孔 都不能有任何东西阻碍 否则你将会化为虚无 那个声音再次传来 叶末停止了动作 他在缥缈泉中修炼过 当然知道对方对的话 应该是真的 因为这里一旦修炼起来 身体和泉水将完全沟通 而且确实是不能有任何的阻碍 想到这里 叶末停止了穿衣的动作 再次落入泉中 不过他也没有寻找那个声音 更不可能过去 而是加快了速度 向缥缈泉的外面去 对这种未知的危险 他是近而远之 当初在混沌心域的潭水之下 那个可怕骷髅留在眼前 你离开也没有用处 我肯定 一旦缥缈仙持的长老 知道你没死 还在缥缈泉中 得到修炼了两个多月 你一样死定了 你那个姐姐 你都见不到 不信你出去看看 只有缥缈仙泉的 那个白痴圣女 才会让你进入这里面修炼 那个声音再次传来 叶末忽然顿住 他竟然觉得 这个声音并没有骗他 缥缈泉的好处 他切身体会过 这种好地方 让一个外人来修炼 确实太过了 更何况 不通过缥缈仙持的人 你从这里面一样出不去 最多只能站着 那相同的木屋里面感叹 然后等人来杀你 声音继续传来 蛊惑叶末 叶末感觉 他确实是被蛊惑了 这个声音说的 好像真的有些道理 就算是圣女宁娥 也没有打算 让他在这里面修炼 只是让他知难而退而已 你不是缥缈仙持的人 叶末心里疑惑 尝试着问了一句 哼 本地若是缥缈仙持的人 早就灭掉你了 本地最讨厌的 就是缥缈仙权 这里面的女人 臭美的就和你之前一样 那声音冷哼一声说道 说完似乎还不解气 再次补充道 你以为这里女人的心思 和长相一样不错吗 千万别想着 睡这里面的女人 这里面没有一个好东西 在本地眼里 这里的女人 连魔欢宗的女人都不如 你是先帝 叶末惊异地叫了一句 先帝算什么东西 那声音再次不屑地说道 难道你是圣帝 叶末心里更是惊骇 连逃走的心思都没有了 遇见圣帝 他除了等死 还能做什么 那声音沉默下来 好一会后才说道 本地如果不被 被那恶福算计 正到圣帝也不是不可能 叶末明白过来 这家伙是正到 圣帝失败的一个半成品 难怪这么大的怨气 不过一个超越先帝的 家伙在这里 也伪实是害人听闻了 放心吧 本地要杀你就 犹如捏死一只蚂蚁 你过来 我们做个交易 那声叹息了一句道 这次让叶末听清楚了 声音的所在 叶末思虑良久 自己如果不过去 落在飘渺先持手中 结果什么都会暴露 如果过去了 对方也不一定能看出 自己有今夜世界 他正到失败 肯定出了一点问题 说不定连一个先尊都不如了 想来想去 似乎只有过去 他才有一线机会 当然 最主要的是 叶末感觉到 对方的神识并不强大 明白这点后 叶末咬了咬牙 也只能沿着这声音过去 半炙香后 叶末感觉到 不能再往前走了 继续往前走 他先灵体的身体都受不了 说不定和之前 他要进入这里面一般 随时都可以被泉水撕裂 这条秒拳太厉害 同时 叶末心里也是羡慕 如果他自己有这样一个拳 每次练体后 来这里修复一下身体 简直是太美妙了 叶末刚刚停下 那个声音就再次说道 好了 你现在可以过来了 叶末立即就发现 眼前那可以撕裂身体的泉水 一下就变得温和起来 甚至还带着一丝良意 不过也只有他前面的一条 两尺宽不到的通道而已 如果我走到一半 你要这泉水 突然变成和之前一样 那我岂不是只有死路一条 叶末没有前进 只是在问了一句 那声音黑黑一笑说道 你说对了 你走到一半 如果我突然撤去静止 那你就完蛋了 竟然丝毫都没有 说他不会做这种事情的话来 让叶末听了 心里是大恨 虽然如此 叶末也只是停了片刻 就继续往前走过去 只要有一线希望 他就不会将自己的小命 放在别人手上 之所以继续往前走 他有把握在对方下手的 同时逃走 那个声音 如果真的和他说的那样 如此厉害 要杀他叶末的话 早就动手了 如果只能凭借这 飘渺泉水杀他 那是绝无可能 就算是对方突然发难 泉水失控 他先灵体的护照 也可以挡住一个呼吸 这一个 呼吸他已经顿走了 此时他的五行盾数已经大成 五行盾数 就包括了水盾 在这泉水中间 施展五行盾数 完全没有压力 不错 有点胆子 那声音竟然赞扬了叶末一句 叶末没有半分的分神 时时刻刻准备着水盾 然后小心地往前走 又过了半炙箱后 叶末竟然看见了一片平坦的岩石陆地 叶末第一时间就飞身来到了岩石上 同时穿上了自己的衣服 此时 叶末已经看见了对方 他以为对方肯定是被锁住 或者是关注的 可是发现对方竟然悠然自在地 坐在一个石墩上 而石墩前有一个石桌 石桌上放着一个酒壶 除此之外 再无他物 而坐在石墩上的人 只是一个中年文士 一身阑珊 没有半分的急促 只是笑盈盈地看着叶末 而且 这中年文士长得还不差 甚至是一个极为英俊的男子 过来陪我聊聊 那中年文士 微微一笑说道 叶末没有过去 这是他认为的安全距离 等这中年文士说完后 他才戒备地问道 你要我过来 有什么事情 不要这样紧张 你过来后 我们先谈谈 如果谈得来的话 我再帮你出去 这中年文士 依然笑眯眯地说道 似乎他在这里时间太久 没有人说话 太寂寞了点 所以才想要找叶末多聊聊天 叶末不但没有过去 反而淡然说道 你说能帮我 我来听听 聊天就免了 如果你不能帮我 我就马上走 如果你想请我 帮你做什么事情 就直接说 我不喜欢转弯抹角 好 小家伙就是痛快 我决定和你交一个朋友 那中年文士 兴奋地拍了一下桌子 说完后 又神神秘秘地说道 有没有兴趣 听听我的故事 没有兴趣 叶末毫不犹豫地拒绝道 这家伙和飘渺 仙持纠缠不清 而且还是一个男子 在飘渺仙持里面 有一个男子在这里 无论是不是狗血的故事 叶末现在也没有什么心情去听了 好 干脆 我最喜欢这样的人 那中年文士 更是激动无比的 又拍了一下桌子 叶末无语地看着这中年文士 这家伙竟然给他有一丝熟悉感 这不是认识的熟悉感觉 就好像曾经在地球上看了某部电影后 和电影中的一个搞笑角色 一摸一样 无论这中年文士说的是真是假 想要叶末到他的面前去 那是不可能的 见着中年文士 似乎弹性很浓 叶末心里一动 随即几道神石刀打了过去 这中年文士 看起来好像自由自在 但是给叶末的感觉 总是有些古怪 喷喷 几道强大的力量传来 叶末的神石刀 立即就被反噬 他同时被击飞了出去 空中喷出一口鲜血来 叶末根本就来不及考虑 自己食海受伤的事情 赶紧在空中来了一个转折 再次落在了岩石之上 此时叶末的食海一片混乱 他赶紧吞了几枚双神丹 这才勉强控制住 自己翻腾的食海 咦 小家伙你混得不错呀 有双神丹 还有神石功法 那中年文士 竟然再次赞扬了一句叶末 叶末没有回答 一边平息自己的食海翻滚 一边心里惊骇不已 这是谁有如此通天的本事 竟然用神石困住了一个修为 甚至超过先帝的家伙 刚才叶末施展神石刀 虽然受伤 可不代表他什么都没有看出来 他已经用神石刀感受出来了 眼前这个中年文士 不是不想走 而是他根本就走不掉 他周围全部被密密麻麻的 神石网困住 而且还有部分神石线 穿透了这中年文士的身体 叶末会神石功法 他当然知道厉害 他也可以施展神石网 当初他用神石网 捕捉过虚空飞雪 可是他的神石网 最多只能坚持数个呼吸而已 而这中年文士 被困在这里多少年了 那神石网竟然还安然无恙 以这中年文士的修为 竟然无法逃脱 那该有多可怕 这种手段 恐怕已经超越了先帝的范围了 说不定困住这中年文士的 还真的是一个圣地 似乎知道自己 被困的事情 已经被叶末发现 这中年文士 也没有继续多废话 只是一挥手 打开了一道虚空之门 然后指着虚空大门里面的东西 对叶末说道 小家伙 你应该认识这东西是什么吧 第1729章 黄中里的树枝 黄中里 叶末震惊地叫了出来 他还是第一次看见 苦竹之外的十大灵根之一 黄中里同样是十大灵根 而且还是十大灵根中 第二美味的水果 但是黄中里的作用 却在十大灵根中排名前列 如果服用了黄中里果 可以领悟道泽 领悟各种先道法泽 所以 黄中里还有一个名称 叫道泽果 可惜的是 黄中里太难结果 而且同样是天地唯一的存在 嘿嘿 如果真的是黄中里 我可舍不得给你看 不过 你也没有说错 这确实是黄中里树上 砍下来的一根树枝 你看经过我许多年的培养 现在已经结了三个果子了 这果子 虽然不能和原树上的黄中里比 却也可以助人领悟一丝道泽 这中年文士 得意洋洋地说道 叶末遇了口气 如果是真的黄中里被他发现了 这中年文士 绝对不会饶过他 虽然这中年文士 被神石网困住 可是叶末却不认为 对方真的杀不掉他了 你过来一点 那中年文士再次说道 叶末摇了摇头 虽然他相信 中年文士可以杀掉他 不过让他上前去 他还是不愿意的 中年文士兼叶末叫不动 毅然黑黑一笑说道 当年我的神石 根本就无法从这神石网中出来 现在我的神石 也可以破开这神石网了 别看我破出来的神石不高 但是我说 如果我想灭掉你是轻而易举 你信不信 叶末点点头说道 我相信 不过相信是一回事 要过去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你杀了我 大家一拍两散 反正我出去 也是要被那群女人灭掉 我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好 那中年文士 也没有再让叶末过去 只是说道 你身上有物联星火吧 而且已经子念二级了 没错 叶末没有隐瞒 对方看出他有物联星火 也算是正常 看样子 他的轻如小天 在今夜世界中 还是没有被发现的 现在 他的今夜世界 在石海最深处 如果此人 要强行攻破他的石海 他就是拼命 也要挡住 我们做个交易 等你的物联星火 晋级到鲜艳巅峰后 然后你来找本地 本地在帮你将物联星火 晋级到神宴 你用神宴烧掉 困住本地的这些神石网 中年文士笑盈盈地说道 半分都不着急 叶末平静地答道 第一 我的物联星火 现在连紫涅二级都还差一点 更不用说鲜艳巅峰了 第二 就算是我的火焰到鲜艳了 我为什么要帮你 中年文士忽然取出一枚矿石说道 等你的物联星火 晋级到了紫涅三级 这个煤矿石 就可以 让你的紫涅火焰 升级为鲜艳 九级仙才星河炎 叶末再次震惊地说了出来 这中年文士身上 到底有多少好东西 仙界的鲜艳之所以少 就是晋级鲜艳的材料 太珍贵了点 而这星河炎 更是珍贵中的珍贵 星河炎是小星球 内部含有的一丝火源 如果想要星河炎 那就必须要毁灭一个小星球 否则是不可能得到星河炎的 嘿嘿 没错 这就是星河炎 如果你的物联星火 已经是紫涅三级了 这没星河炎 完全可以 让你的火焰 直接攀升到五级仙艳 想必到了五级仙艳后 你想要让你的火焰 再晋级到仙艳巅峰 也不算是什么难事了吧 中年文士似乎知道 叶末肯定会心动 说话半分不及 说完后 他不等叶末回答 再次一纸身后的黄钟礼说道 我这黄钟礼 现在已经结了三枚果子 等会我再给你一枚 加上这个星河炎 你自己看看行不行 当然 除了这些外 我还可以帮你离开这里 这当然行 可是叶末却知道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这种好东西给了他 一旦他不会来了 那又如何 不过呢 本帝会在你身上 下一丝神石记号 不然你不回来了 本帝岂不是亏大了 中年文士就好像知道 叶末心里所想一般说到 叶末反而觉得正常了 如果对方给他这种好东西 他拍拍屁股就走了 那对方不是吃亏大了 但是话说回来 自己感觉这些东西都是极好的 可是对方不一定认为 这些就是好东西 说不定在他看来 这些是非常普通的东西 可是 等我物联星火 晋级到了鲜艳巅峰后 过来救了你 岂不是送火焰给你 而且还送病给你 叶末皱着眉头问道 那中年文士忽然哈哈一笑说道 本帝会要你的火焰 你这种垃圾火焰送给本帝 本帝都懒得看 本帝的天火多的是 区区一个物联星火算个屁 至于你的小命 就好像一只蚂蚁 本帝马上就可以捏死 叶末脸色难看无比 虽然知道对方说的是事实 却无法反驳 见着中年文士越说越难听 他终于有些忍不住地说道 你这么多天火 那也给我几个啊 何必让我这个垃圾的物联星火来 再说了 你的这个神石静止 我估计就算是到了神宴 也不一定可以烧掉吧 那中年文士却没有生气 反而点点头说道 有点见识 到神宴确实不能烧掉 不过等你来的时候 本帝已经将这神石静止磨得 差不多了 神宴已经勉强够 你现在要帮本帝也没有用 你至少需要晋级到先王 才可以过来帮忙 当然 如果你还不放心 你可以晋级到先尊再过来 我现在的实力 也不过相当于一个先尊而已 晋级到先王 如果我一辈子都无法进入先王 那是不是就不用过来帮忙了 叶末计讽了一句 对方说他相当于一个先尊 无论真假 叶末都不会相信的 那中年文士摇了摇头说道 你修炼的功法 我也看不透 绝对是顶级中的顶级 你能在如此年轻 修炼到大智仙 而且炼体晋级到了先灵体 再加上缥缈全的洗涤身体 你绝对可以在万年之内 晋级先王 万年对本帝来说 只是喝杯酒的时间而已 我不急 叶末心里一惊 对方竟然连自己修炼的功法 都知道不寻常 是不是也看出来了 自己修炼的是混沌星爵 这些老怪一个个心机深沉 说不定都知道自己 有极大的秘密 却装着不知道 不能不防一点 犹豫了好一会 叶末这才说道 可以 但是我不要你的黄钟领 我只要一根树枝 他很清楚 自己不答应 也得答应 答应也得答应 现在有东西给他 他还不如先同意了再说 这老怪太过危险 虽然知道 和这老家伙在一起 应该还可以压榨一点 好东西出来 可是叶末实在是呆得心惊胆战 哈哈 很好 给你 那中年文士 毫不犹豫地 折了一段树枝丢给叶末 然后又将一块心和盐 丢给叶末 叶末接过两样东西 却皱起了眉头说道 我怎么感觉自己 好像吃亏了呢 那也不一定 中年文士一挥手 将那虚空大门再次关起 黄钟离已经消失不见 做完这些后 他才得意地看着叶末说道 这三枚黄钟离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才成长起来 给你一枚 我真的是太可惜了 好在你知情失去 不过呢 如果你有混沌事件 你要黄钟离的树枝 是正确的 叶末心理大害 难道对方知道 自己有混沌事件 如果知道 怎么可以轻易放过他 嘿嘿 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除了那两个老家伙 谁有混沌事件 而黄钟离 只能在混沌事件中存活 在别的地方 很快就变成了普通仙灵草 当然 就算是再普通的仙灵草 也是伪混沌仙灵草 你也不要太失忆了 这中年文士 还假惺惺地 安慰了叶末一句 叶末拿着黄钟离的树枝 不知道是应该放声狂笑 还是应该说 你真了解我 但叶末却任何话都没说 只是愣愣地盯着 手中的黄钟离树枝 他知道 在这种老妖怪面前 多一个字 就多一份危险 还不如什么都不说 叶末随即地将树枝 丢进了戒指 反而对手中的心和颜很是在意 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 不知道是感觉自己做的 有些不大后道 还是怕叶末被人干掉了 中年文士 又取出一张符路 丢给叶末说道 这是一张逃命符路 只要你不遇见先帝 你就可以走掉 这可是极好的东西 叶末赶紧拿起那张符路收起来 脸色也多云转情 你说要在我身上做记号 你赶紧做吧 做完了 我要走了 叶末知道 不让对方做这个记号 那是绝无可能的 那中年文士又是黑黑说道 本帝早就做过了 只是你没有发现罢了 叶末听完这话 赶紧用神识扫了一遍自己的身体 没有任何异常 你不用扫了 本帝的记号 如果这么容易被发现 本帝还不如撞死算了 更何况 就算是你发现了 你也没有能力 去掉本帝的记号 中年文士看见叶末在身上搜寻 有些不屑地说道 第七三灵章 遭遇小仙王 说完 这中年文士 又丢出两个玉牌 给叶末说道 这是两枚顿符 你现在捏碎那枚白色的 就可以出去了 而且还是直接传送到 飘渺先吃之外 等你能进来的时候 再捏碎红色的 就可以重新回到这里 叶末握住两枚玉牌 心里隐约感觉有些不妥 不过他知道 现在就算是不妥 他也没有办法 所以他拿到两枚玉牌后 毫不犹豫地 将红色的丢进戒指 同时对那中年文士说道 我下次来的时候 不会被关注你的那位大人抓住吧 你放心好了 那个恶府还不知道 有没有活下来 你只管来 中年文士话音未落 叶末就捏碎了玉牌 同时说道 那后会有期 看见一团白光 裹着叶末消失不见 那中年文士 皱着眉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本地怎么感觉有些不大对劲呢 叶末站往后发现 自己果然出现在了 飘渺先吃的外面 不过似乎距离 飘渺先吃并不是很远 知道飘渺先吃不会放过自己 叶末哪里还敢留在这里 只是发了一道讯息给季坤 立即顿走 飘渺先吃这几天 一直在召开大会 宁娥根本就没有时间陪季坤 季坤只能一个人站着发呆 周围的美景对她来说 就好像是虚无的 她的眼神没有半分落在上面 她心里一直在想的是 叶末会不会出事情 还有就是 为什么世界上的事情 总不能十全十美 风夕刚刚有重生的希望 弟弟又出事情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通讯珠忽然跳动了一下 她第一时间取出通讯珠 一排信息出现在通讯珠上面 西月姐 飘渺先吃的人可能要杀我 我已经逃走 现在在老地方等你 信息是叶末传来的 季坤激动得差点将珠子捏碎了 随即她就感受到了叶末的紧张 如果真的是飘渺地宗要杀她 就算是自己这个姐姐 也不一定能保住她 但就算是再困难 她也要保住叶末 而且还要让叶末的身份 不能被通缉 一个地宗的底蕴多大 她很清楚 完全靠躲避是没有用处的 季坤很快就将自己的激动压了下去 立即就准备离开飘渺先吃 宁娥已经犯错几次 现在出不来 倒是那乌鸾知道宁娥的意思 赶紧送季坤离开飘渺先吃 对飘渺先吃来说 季坤走得越快越好 叶末并没有等多久 一到顿光就落在了叶末不远的地方 紧跟着季坤那激动无比的脸庞 就显现了出来 弟弟 太好了 我还以为你出事情了 叶末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却也知道 季坤应该是担心她 赶紧上前说道 希悦姐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没有 只要你没事就好 急死我了 季坤一边说没有担心 一边说急死了 让叶末心里更是过意不去 谢谢 我们先离开这里慢慢说 叶末寄出清月后说道 季坤点头 没有寄出飞行法宝 直接和叶末坐在清月上 迅速离开了这里 在清月上 叶末听了季坤的话后 才知道那中年文士说的 确实是没有错 如果飘渺先吃知道 他在飘渺泉中 对他确实是没有好处 叶末为了不让季坤担心 并没有说出 那个中年文士的事情 只是说 自己感受到 飘渺泉的好处后 就猜测可能不对 用一张符路逃走了 得知叶末在 飘渺泉中 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季坤心里 也是高兴无比 叶末能在飘渺 先吃得到好处 比他自己得到好处 他还要开心 希悦姐 我怕我不能去那个 论道交流会了 一旦被飘渺先吃发现 说不定还会追杀我 不一定的 如果你在 在飘渺泉里面被拦住 确实不大好办 不过现在 我想 应该问题不大了 飘渺先吃再厉害 也不敢出来抓人 再说了 当时你也是得到 圣女同意才进去的 就算是有错 也加到宁娥 身上去了 你也不用担心宁娥 她最多被罚下 不能当圣女而已 我看她 似乎自己 就不愿意继续做圣女了 听了叶末的话后 季坤为了不让叶末担心 还是安慰到 论道交流会 去的都是顶级天才 每个人对自己的大道和修炼 都有一定的见解 季坤当然 想让叶末去 实在不行的话 就让自己的师父出面 更何况 如果让叶末一直躲避 也不是个办法 夕月姐 你知道飘渺先吃 平时的作业怎么样 一般盗用资源这种事情 他们会不会很认真 叶末担心地问了一句 如果飘渺先吃 是一个大度的宗门 自己出来了 说不定还真的不会 继续追究了 可是夕月姐 并不知道那飘渺泉的重要性啊 那东西 简直太逆天了 叶末同时想起了 那个中年文士口中的魔欢宗 那家伙说 飘渺先吃的女人 连魔欢宗都不如 虽然叶末不知道 魔欢宗是一个什么样的宗门 可是听那中年文士的口气 就不是什么好宗门 如果飘渺先吃 也是不愿意吃一点亏 自己就算是躲起来 也要遭到追杀呀 这我也说不上来 不过飘渺先吃是一个地宗 应该不至于 小气盗用了一下飘渺先全 就要追杀别人吧 再说 我们还是圣女邀请过去的 怎么能算是盗用资源 继坤沉音片刻说道 那你知道魔欢宗吗 那个宗门形势如何 叶末再次问道 那中年文士修为如此之高 对飘渺先吃 有看法 绝对不是无地放逝 如果飘渺先吃 真如他说的那样 他宁可找地方 一直躲着闭关 也不愿意 落在飘渺先吃手中 继坤脸色一红 呸了一声说道 弟弟 以后不允许提到那个宗门 那个宗门的女人 你更是不能接近 没有一个好东西 不要看她们漂亮 就放弃了警惕 她们是一群不要脸 而且吃人不吐骨头的妖精 你想要双修道理 姐姐帮你找 叶末尴尬地摆了摆手说道 夕月姐 你弄错了 我有妻子了 不是要双修道理 我听人说 飘渺先吃连魔欢宗都不如 所以问一句罢了 继坤拍了一下叶末的手说道 你瞎说什么呀 要让飘渺先吃的仙子听见了 这句话的危害性 比你用了飘渺先权还要可怕 怎么能拿这两个宗门比较 不过继坤显然对叶末的妻子 更感兴趣 转口就问道 弟弟 你的妻子在什么地方 她漂亮不 不能配不上我弟弟啊 叶末揉了揉额头说道 夕月姐 我妻子还在修真剑呢 你看我居然将正式忘记了 继坤也笑了笑说道 你不用担心 我会告诉我师父 就说 你是我弟弟 飘渺先吃 也不会不给我师父面子的 先不用想这些 我们先去平梁仙城 然后坐船送阵去圆洞天 我师父也会一起去的 有继坤的话 叶末稍微放心了一点 那中年文士和飘渺先吃有仇 当然会说 飘渺先吃不好了 自己也不能太相信他 将飘渺先吃的事情放下后 叶末又将轻月交给继坤控制 然后自己回到内仓 开始搜索身上的神识记号 那个中年文士 在他身上做下了神识记号 就算是他现在去不掉 也需要找到再说 可是半天过去后 他没有发现任何神识记号 就在叶末准备再找一遍的时候 轻月一阵 似乎慢了下来 轻月是继坤在控制 现在停了下来 叶末第一时间就来到了轻月的前端 什么事情 西月姐 叶末一出来就问道 同时他已经看见了一艘金色的飞梭 横跟在轻月之前 西月妹 这人是谁 站在飞梭上面的有两人 一名大罗仙后妻 另外一人已经是大罗仙圆满 甚至半步跨入了仙王层次 问话的就是那名 几乎是半步仙王层次额的大罗仙 他脸上本来还笑盈盈的 但是看见叶末出来后 他脸色立即就阴沉了下来 甚至叶末都能感受到 他的一丝杀鸡 卢芒 他是谁 我需要向你报告吗 你又是我什么人 语气请尊重点 西月妹不是你叫的 继坤脸色一沉 寒生说道 叶末立即就明白过来 原来是这个家伙 他还听说过 好像叫什么小仙王 他老爹应该是一个天狱之主 地位比继书和齐北苍这两个少城 主要高出很多了 卢芒似乎感觉到 自己说话的口气有些不大对 立即再次笑着说道 抱歉啊 西月仙子 我刚才是在想事情 语气有些冲 别放在心上 说完他又转向叶末报了报权说道 本人卢芒 因为喜欢交朋友 所以大家也叫我小仙王 不知道这位朋友是 叶末心里安自想道 小仙王很了不起吗 只要不是仙王 他就不会放在眼里 区区一个大罗仙又怎么了 本人叶末 因为不喜欢交朋友 所以大家叫我孤独假地 叶末毫不客气地答道 卢芒看见他第一眼就是愤怒不已 脸都沉下来了 甚至直接带着杀鸡 责问自己是谁 至于他后来改口 还笑嘻嘻的 显然是因为 想起了西月姐 还不是他什么人的缘故 叶末肯定 一旦自己单独离开 他马上就会追上去 通过一切手段 逼问自己 和西月姐是什么关系 对这种无论是否巴结 都已经结仇的人 叶末根本就不会给好脸色 说自己是假地 同样是在讥讽对方 明明不是先王 还要弄一个小字 意思就是 假的就是假的 再怎么小也变不了真的 季昆听叶末说的有趣 差点笑了出来 可是鲁莽的脸色 却又一次阴沉了下来